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山山养花,我是山山 然后这几天我在收拾花棚的时候呢 突然间发现我家竟然有这么多的破损的花盆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其实它们破损的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如果说我们继续再去养一些大型的花卉 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来加工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变费为宝继续做一个漂亮的花盆 首先呢咱们先把里面这些脏的东西给它清理一下 再去加工 在厨房上就是用切碎鸡肉 打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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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